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 作者风尘散人 演播紫金 后期制作哲戟 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 这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 我被一阵推脏给弄醒了 揉了揉视线有些模糊的眼睛 这才看到周静和张金牙已经准备好了 黑子正蹲在门口 看来都在等我 赶紧起床 张金牙催促我一声 说完二话不说 将一团卫生巾塞进我裤兜里 顺便在我身边撂下两张 上面画着奇怪纹理的黄纸符 说 红龙流着火山 这两道纸符呢 是掌心蕾 要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用这符纸轰那二妞的胸口 不过想来是用不上这符纸啊 这二妞金也不过刚刚成形 没成气候 会不会害人呢 还是两说 拿这个东西啊 也不过是给你防身用的 好了 咱们赶紧走 此夜时分 是天地间阴气最盛的时候 也是阴魂成形之计 咱们呢 没有太多时间 我一听这个 整个人顿时清醒不少 一咕噜从床上爬了起来 就穿鞋下地 好在睡觉的时候 是合一睡下的 倒省了不少穿衣服的麻烦事 直接把摆臂刀背在背上 跟张静雅他们 就出了门了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老村长和四五个年轻后生 在二牛家门口等着 你看我们过来 连忙迎来上来 对张金雅说 张老长啊 你要的东西啊 我都准备好了 就是大公鞋啊 都是挑的村里头最健壮的 说着 老村长伸手指了指 四周九个角落之中 我这才看清 那九个角落里 分别藏着九个 被红绳绑了嘴 绑了腿的大公鞋 长得十分健壮 看样子是养了有些年头了 不错 张金雅点点头 说 好了 你们就回去吧 记住 告诉村里人 今天晚上 不管听到什么动静 都别给我开门 而且 千万不要来这地方看 否则出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一概不负责 放心吧 我都通知了 就连二牛家的家人 我都和他们说了一声的 老村长说完之后 带四五个年轻后生离开了 走的时候非常匆忙 看样子 对着紫叶问鬼的事情 是打心眼里发怵的 一直等人走差不多了 张金雅他带着我 躲到距离二牛 亭棺材地方 大致三十米远的地方 一片小树林里 自己挑了一个 看着有些年头的大树 我后面一座 靠着大树 嘱咐我和周金 你们一会儿啊 都要听我的命令做事 只要我一声令下 你们就立刻去解开 那大公鸡嘴巴的红绳子 让那些大公鸡啊 卯足卷打明 激活一下 我部下的九阳困魂症 把那二妞呢 困在里面 方便咱哥三问话 明白没 我和周金点点头 方才老村长 这大公鸡的位置时 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不是啥难事 我们两个都能做 做完这些安排 张金雅就没搭理我们 闭上眼睛 靠在大树上 开始闭目养神了 我一看这架势 也就没再说话 随便找了一棵树 靠在后面闭上眼睛 也是耐心等待着 黑子乖乖握在我身边 也不知为什么 这条熬啊特别黏我 这么一来 我就干脆换个 舒服点姿势 靠在黑子身上 大概因为今天 奔波一天的缘故 我特别疲累 没过一会儿 我竟然睡着了 这一睡 也不知睡了多久 反正迷迷糊糊当中 我感觉有个东西 在不停地拱我的腿 睁开眼睛一看 竟然是黑子 这条狗是通人性的 看我醒了 竟然呜呜叫了两声 昂着嘴巴 指了一个方向 我顺着那个方向一看 原来张金雅和周静 不知什么时候 从大叔后面出来 正趴在一处低矮的草丛里 窥视二牛亭关的地方 我一看这架势就知道 芭城已经是到时候了 连忙带黑子 捏手捏脚的凑了过去 你真牛逼呀 张金雅看我过来 张嘴就乐了 那颗大金雅 看起来格外抢眼 对我伸个大拇指 压低声音说道 明知道 这儿半夜 有个阴魂要出来 你还能睡着 这神经大条程度 快赶上你呢 被困在千年古墓里 还能吃得香 睡得香的老爹了 我哭笑了一声 没好意思说 其实我自己身子弱的事 体力和一般人没得比 今天跑这么久 跑前跑后忙了一天 早就累了 换平时早已经瘫在哪 今天能见识到现在 已经算是个奇迹 睡着完全和神经大条 没半毛钱关系 主要是割泪呀 我没搭理这货 趴在草丛里 朝二牛的棺材看过去 我这才发现 棺材边缘 竟然开始 往外冒出 丝丝绿绿的白烟 而且冒出的白烟 是越来越多 我分明能感觉到 这四周的气温 开始急剧下降 我跟前草丛的叶子上 都盖上一层白霜 现在可是七月份 毫无征兆出现这种情况 那绝对是 有脏东西要出现了 对于这种事情 我也不是大姑娘上花 叫头一回 很清楚 这种气温急剧下降 是阴气凝聚 聚而不散 才造成的 毫无征兆的 管材盖子 竟发出一声巨响 卓日吓了我一大跳 紧接着 光光光的声音 不绝于耳 甚至能清晰看到 管材盖子 在上下震动 就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 要出来一般 棺材里冒出的烟 这时候愈发的浓郁了 在棺材前面 渐渐形成 人形形状 不对劲啊 张锦牙在我身边 轻声嘀咕着 这二妞不过是 刚刚成型的阴环 哪来这么种的阴气啊 看来今晚的事情 好像是有变故 我被张锦牙说的 心里咯噔一下 可不等我问 棺材面前 那团人形的白烟 又有了变故 白烟已经开始 渐渐散去 露出了一个 女人的背影 这女人穿着 一个大红衣服 正背对我们 头发披散 身影窈窕 虽然看不清楚脸 但是我从体型一眼看出 这不就是 棺子里的二妞吗 虽然这二妞的尸体 已经是被破坏的 没有样子了 用残不忍睹来形容 都是往好听来说 但体型还是保持了下来 与眼前这个 红衣女子的背影 简直是如出一辙 我不禁瞪大了眼睛 连呼吸 都不由自主地缓了下来 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 盯着二妞的背影 这仔细一看 我才发现 二妞身上根本不是 穿的红衣服 那是因为 她身上冒出的是红光 因为太过赤裂 所以让我误以为 她穿着红衣服 定睛细寒 就会发现 那红光之下 隐隐约约 是一具 白花花的女性神体 我忽然想起 以前在家里 一本藏书上看到的 关于阴人生活的内容 让明说 这阴简 其实是没有卖衣服的 阴魂成型之后 他们身上的 就是死时候穿的兽衣 想穿别的衣服 得靠阳间的亲人 给他烧 所以有时候 经常梦到 自己某位死去的亲人 不穿衣服 或者不穿鞋 到自己面前来 走来走去的话 就说明 这位死去的亲人 在地底下 没有衣服 或者鞋子穿 所以才托梦给你 去其坟头烧点 这梦境自然消失 而这二妞啊 死得可怜 死了之后 一副薄皮棺材 都是老村长 淘欠买的 家人几乎 什么都没有给他治办 别说 请专搞殡葬的人 给他收拾衣容了 就连兽衣都没有 还被那简湿的 牲口扒光衣服 把尸体搁了个七零八落 丢在棺材里面 形成阴魂之后 身上没有衣服 是正常的 想到此处 我对二妞的怜悯同情 又多了几分 我身边的张金牙 这时候 显然也看出 二妞身上的秘密 顿时倒心一口凉气 低声嘀咕道 他妈的 这分明是个厉鬼啊 阴魂刚刚成形 就变成厉鬼 分明是要害人的架势 咱哥咱要不是 咱这刚行成就碰上的话 等他害上几条人命 那可就麻烦了 这家伙不开口还好 一开口 二妞的阴魂 顿时一下扭过头 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 张金牙连忙闭上嘴 二妞化成厉鬼之后 相貌并不争吟 不像乱葬岗那个厉鬼 容貌和正常人差不多 比她的尸体好看多了 她的尸体脸皮被割走 脸上血肉模糊一团 根本看不清她长啥样 眼下变成厉鬼 却能看到她的容貌 脸型和五官都挺精致的 唯独那双眼睛 有些甚人是血红血红的 不过她也仅仅只是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 然后就扭头朝自己家门口 搅不着地地飘了过去 对自己家门是康康康地敲了四下 正所谓人三鬼四 人敲门的时候习惯敲三下 而鬼敲门是敲四下的 所以如果半夜听到有人敲门敲四下的话 可千万别开门 不好 夜半鬼敲门 她又害人了 张金雅脸色顿时一变 这二牛化成厉鬼 以后双眼血红 请你只剩下生前种种不平遭遇的怨气 如今直接敲自己家门 显然是要向对生前虐待她的父母锁命了呀 说完张金雅吞了一下 从草层里站了起来 大声吼了一声 念住 本道在此 岂容你害人 说吧 这伙从裤兜里掏出一条红龙 啪地贴在自己胸口 手里拿着用黑勾鞋染红的木斗线 朝二妞 扑了过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有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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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